川普在本周的美国大选当中获胜加速了很多在华外企的撤离计划 台湾的经济部也表示将协助台湾企业迁出在中国的工厂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中多次表示 将对中国产商品征收60%的关税 远高于他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时 对华征收的7.5%到25%的关税 另外川普曾说要取消中国享受的最惠国贸易地位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在川普上次实施对华高关税时 就吸引到大批在中国设厂的企业主前来投资 生产出口美国的商品 最近计划搬去东南亚的中国厂商暴增 泰国最大的工业开发商WHA集团总裁贾鲁科恩·萨库告诉路透社 最近咨询设厂适宜的中国人如潮水般涌入 迫使集团紧急招聘讲中文的销售员 集团在泰国和越南的各处工业园正在扩建 同时招聘讲中文的员工 另一家东南亚工业开发商阿玛塔 今年新入户90多家工厂 三分之二是从中国搬迁而来 阿玛塔预计明年这一数量将翻番 不仅制造行业 其他行业外企也计划撤离中国 华尔街分析师认为 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乏力 中共监管日趋严苛 可以预见在川普就职后双方的对立 会让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更加艰难 和中国公司合作更加困难 数家金融公司及律师事务所 为降低风险 已经重新考虑中国战略 大多计划撤回或推迟投资 部分计划剥离在华业务 台湾的经济部也在7号表示 会尽快帮助在华台湾商人转移生产基地 以避免受到60%的关税影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道